哈喽 大家好 我是成田 好了 那么最近呢 在我这一个基础课的学员群里面呢 有一位同学问了一个这样的问题 他说老师 我现在呢每天都很努力练琴的 比如说我单独去弹一个音阶 我可以弹得很好 对吧 像这种音阶 我可以弹很快 我可以弹得很流利 但是如果拆分出来 某一根写某个音的时候 我却记不住 歌曲我也能弹啊 一整首歌从头弹到尾我也可以啊 但如果把那些音符 又拆开一个音一个音这样子呢 我又不知道怎么应该 但我每天确实很努力在练习 对不对 是不是你们也会碰到过这种情况 音阶曲子你都能弹 但是单独去看的话 不知道怎么应该 那么这种事情呢 我是不允许发生的 我认为无论你弹得再厉害 你能弹的东西再多 每一根弦 每一个品格 你们都应该牢牢记住才对的 那么大家可能就感觉了 这工作量 好像有点大哦 对吧 以我这个24品的琴为力哈 一根弦上面有24品 对吧 六根弦它就有144个品格 对不对 就有144个音 那么再算上我们六根弦 控弦那个音 是不是整个吉他纸板有150个音符 那这个怎么记啊 这工作量好像看起来都没法完成的感觉 是不是 那么所以呢 这一期视频呢 我就是来教大家一个方法 让大家可以比较高效率的去记住 我们品格上面的音符的 因为每天努力练琴呢 这只是一个方面的因素 我们要合理的去用一些方法了 这又是另外一个因素来的 那么如果你是记不住品格上面的音符 那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 比如说我在一期视频里面讲过 去构建自己的和弦 这个地方找一个什么西和弦 这个地方找一个什么样的和弦 如果你是不知道 这附近的音符是什么的话 那你怎么样去构造了 再比如说你现在弹琴就算很厉害了 你知道当下这个和弦的属性 你去编solo的时候 你想停在那个和弦的构成音 你停车里停车里 你总要找到那个和弦的构成音嘛 对不对 怎么样找了 找不到 还有各种负面影响啊 这些我们就不细说了 所以牢牢的去记住 每一根弦 每一个品格的音符 是我们必须要做到的事情来的 那必须要讲明白一下哈 记忆纸板这个事情呢 方法是有很多的 每个老师教的都不一样的了 如果我的方法适合你们的话呢 欢迎你们收藏慢慢来看哈 那么在讲解之前呢 我必须要去讲几个知识点 这些东西你们是必须要知道的 如果是不知道的话呢 查一下相关的视频也好啊 书籍也好啊 很简单的我相信百分之九十人都会知道的哈 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我们现在的音名我讲的是固定音名 比如说我们六弦的这个空弦 是什么音 它就是E这个音 对吧 是个E这个音 好 再比如说这一个 C 这个 D E F 对吧 可能你现在还不知道这个音在品格的哪一个位置 但是你一定要知道我在讲什么东西 这个C D E F G A B 这几个字母它是固定音名 你们是一定要知道的 再比如说这个叫做声F 你一定要知道的 比如说这个叫做降A 对吧 这些你们是一定要知道的 这一些字母代表了固定音名 好不好 那么第二点你们一定要知道的东西 就是什么叫做全音 什么叫做半音 比如说我们C跟D之间 这个东西叫全音 都懂吧 对吧 EF 叫做半音 对吧 在吉他上面的表达 就很直观了 比如说我们说CD 它这个全音 这个音是C 这个音是D 对吧 因为全音 所以它中间隔了一隔 对吧 好 这个音是E 这个音是F 对吧 因为它们是半音 所以它们是连在一起的 不需要空一隔到这个地方来 这里就升F了 对不对 这是F E F C D 全音半音的关系 对不对 我相信你们都懂 好 那么第三个呢 就是我们吉他这个乐器的构造 我们12品之前的所有音符 在12品以后 是一个重复 明白了吗 比如说我们说空弦 6弦空弦这个音是E 12品这个音也是E 对吧 它只是音高不一样 但是它们也是E这个音 如此类推的 好 我们6弦的3品 这是一个G的音符 对吧 好 那么15品这个也是G 对吧 它是高了一个8度 对不对 所以12品之前的音符 是可以平移到12品之后来的 好 这三点我相信是在吉他你们入门的时候都会学过一些很基础很基础的知识了好了带着这三个知识点进入到我们记忆纸板的教学好接下来我们要开始记忆我们每一根弦品格上面的音符了当然我的方法并不是让你们去死记硬背每一品这样子这样子我觉得不大合理 我们可以分段来记忆我们先挑最简单的开始好 比如说空弦音就这几个 对吧 空弦音是我们在调弦的时候一定会去看的好 那么这几个空弦音是什么音啊 6弦是什么 E 5弦 A 4弦 D 3弦 G 然后2弦 B 1弦 E 对不对 我们调音表上面是明明确确的告诉你这六根空弦是什么音好那么有时候大家会听到我们有时候会念它叫什么 Do Re Mi Va So 对不对 那么如果我刚刚这个方式就是这个固定音名放在C大调里面 那么这个6弦这个E它不就是me吗对不对C D E嘛它排第三了嘛对不对好五弦空弦是A我们念La嘛Do Re Mi Va So La C D E F G A它排第六嘛对不对所以固定音名它永远都是这个E啊A啊D啊这样子唱名只是根据不同的调它会改变那么在C调里面咱们就不纠结了我们是以C大调来作为举例的在C调里面我们这个E就唱 E就OK了好不好这个A就唱La就好了这个D就唱Re就好了啊因为我这样讲解的时候大家会比较好理解一点哈所以第一条最基本的麻烦你们先把六根弦的空弦音记住 E La Re So C Mi 你不要告诉我连这六个音你都记不了啊这没有难度的不要给自己找理由找借口 这六个音记住它空弦好不好一个升降音都没有那么记住这六个音以后有什么用呢我们这个时候就可以很快的知道它相邻的品格是什么音符了这时候就要用到我们那个全音半音的这一招了对不对好以六弦为例我们的六弦空弦是Me啊E这个音 好问一下你们那么F发这个音在哪里我们不要往那么远看不要看到这边来我们只看最前面这里来F跟E它是半音关系所以第一品它就是F 对吧其实我们并没有记住第一品是什么音符我们只是记住了空弦是什么音符而已五弦的空弦是什么东西啊是A 拉对不对好我们往上推一下拉过来是C就是B这个音B在哪里啊AB什么关系啊全音关系对吧我们要空一格在这个地方这不就是B咯 对不对四弦的空弦是Re好那么Me在哪里啊因为他们是全音关系嘛是不是哎他要空一格到这里来嘛对不对那这个不就是Me了吗对不对啊三弦 收是吧这个地方拉对吧全音关系好二弦空弦是什么音啊对不对是这个C这个音对吧那么多在哪里啊在一品咯半音关系嘛对不对明白了吗其实我们真的没有去记住一品是什么音符我们只是记住了空弦这个音符所以大家哎在记这个东西的时候我们就有个概念了我们是记住了固定的一组音符以后去推算它 后面是什么音符相邻的接近的就好了你不要说记住一个空弦去推这个第八品是什么音那这个就不合理了好不好我们是记住了空弦去推算第一品对不对简单很简单吧对不对好那么当我们知道空弦的这个固定音符以后我们想一下12品是不是跟空弦是一模一样的 他只是高了一个八度六弦的空弦是一的话六弦的12品他一样是一对吧所以13品是什么东西啊 F对吧五弦的12品是什么音啊 他跟他空弦是一样的也是A这个音那么B这个音在哪里呢在14品对吧一样的是吧 跟我们12品这个音 对不对他们是不是一模一样的所以我们记住空弦音的时候是不是就是把空弦还有第一品或第二品他们相邻的音符还有12品还有13品 这几个把位都记住了够简单了吧兄弟们好到我们记住的空弦知道这种原理以后后面也是同样的方式那么我们现在要记住的第二个把位就是五品我们六弦的五品一直到一弦的五品这六个音符没有一个升降音我们来看一下这什么音啊 A A D G C E A 对吧 LA RE SO DO MI LA 一个升降音都没有那么同样的方式来了啊麻烦你们四季音符这六个音符行不行啊不要说六个音符都记不了六个音符很简单对不对好了记住就OK了这六个音符 那么我知道六弦五品是个A的时候那么我要找B这个音是不是只要往这边走一个全音就OK了对不对我以它作为标记点参照物推算出这一个七品就是一个B简单吗对吧来看一下啊你看这是A 你这个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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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对不对 是不是超简单是不是好我们再想一下这一个是A的话那么如果往上一个全音是不是就是一个说啊对吧我们不要把范围拖太远嘛不要从这里推算这一个音不合理 不要从这里推算这个音不合理我推算它相邻的两个音符够简单了吧对吧往这边走就是一个B往这边走就是一个G其他弦是不是一模一样的兄弟们对吧好继续五品一个升降音都没有好那么接下来第十品也是一个升降音都没有的我们来看一下第十品分别是什么音 好这个是D好这个是D这个是G好这个C这个F这是A这是D对吧 对不对对不对一个升降音都没有兄弟们麻烦你们再记住它好不好 先从空弦开始啊花一点时间记住空弦推算空弦旁边那个音我们再记住五品然后推算它旁边的音好我们现在记住十品了同样的道理我们是不是可以知道八品是什么音符既然这个是Ray的话我们是不是已经知道这个一定是多 我们知道这个音是F是F那么这个是不是就一定是E对吧我们知道这一个是多那么这个就一定是C对不对我们是从十品推算比它低一点点的音符是哪一个那么为什么不推算这个十二品呢十二品刚刚不是讲了吗它是跟空弦是一模一样的音符吗对不对 你都已经记住了对不对所以说哈在我们这个吉他里面这几个宝位是完全没有升降音的空弦的六个音五品的六个音然后十品的六个音然后再通过记住了这些音符来推算旁边的就OK了在我认为里面这些是很入门的方法了啊如果你真的没有时间的话我真的每天忙的不得了学习紧张的不得了我觉得这几品你要记住了 它应该是不难的那么如果你时间是比较多的话呢那么接下来我讲的这几品呢你们也可以选择把它记住的啊我们来看一下好第七品第七品是什么音了这个是B然后这是EA这个D然后这个是声F然后这是B这六个音里面只有二弦的七品是有升降音的其中 其他的五个音呢没有对吧我这个音是B那这个就肯定是C啦对不对啊你看五弦这个七品是me那这个肯定是F啦对不对如此类推这个方法我们就不赘述了对不对这里面只有二弦的七品有一个升降音其他还是没有的啊所以七品呢在你们记住前面的那些东西以后呢可以再记一下这个七品好我们接着往下看 接下来是第三品对就这个位置 什么音看一下 什么音看一下GCF这个降B然后一个D一个G对吧 对不对他也是有一个升降音在里面的就是我们三弦三品的这个降B对不对 只有一个啊不一样音符其他都没有升降音的所以这一个七品跟三品呢是在你们记住前面我说的那些都没有升降音的位置以后呢再来做一个啊进阶的记忆方式 这样算下来的话我们记住了哪些位置啊空闲那个位置对吧啊三品这个位置五品的位置七品的位置十品的位置 兄弟们我们是不是几乎把前面这个纸板都记住了那么这个方法其实跟死记硬币呢他还是有区别的我们这里面也有死记硬币的成分在里面呢比如说我要记住这个五品的全部音那么这六个音我觉得你死记硬币是没问题的最起码你的量只有六个音啊你不至于说六个音的记不住对不对我们利用这六个音去推算前后的音符就好了那么其实你什么五品记住七品记住哎三品记住那这 几个相邻的音符你都已经知道了那这里面就不需要说什么推算的这个问题在里面的反正你都记住了对不对啊除了第十品啊第十品你可以推算第九品是什么音符对不对十二品你也不用推对不对你记住七品的时候那个推一下八品里面有什么音符对吧那么过了十二品以后呢也是同样的操作来的啊比如说我们现在知道啊三弦五品是个西这个音那么三弦的十七品他也一定是个西这个音来的 那么这些呢就是一个进阶的问题的更进阶的问题的我建议大家是先把我们十二品之前的全记住先后面这些他就是一个数学问题来的那么还有一个建议是非常重要的记这种每根弦每一个品是什么音这个东西如果你单单这样去记了是意义不大的就算你知道这个是多这个是拉啊这个是咪有什么用呢没用的对不对 你只是说比普通人熟悉一点点而已对吧这个东西是需要带着音阶指形来练的啊这就是我们基础课里面的一些很核心的东西了什么意思呢比如说我现在知道三弦五品是一个多我们看到的是一个音但是我们应该是知道这个音在哪一个指形里面才可以的因为这样子的话你看到的东西他就不会是一个音 而是一整个音阶指形我觉得是必须要这种单音的记忆加上我们的音阶指形来练才会更好的那么如果大家呢是想跟着我们一起来练习这个音阶指形的话呢也欢迎你们加入到我的基础学员群里面来的哈那么现在呢我们先简单的去记忆哎这些特定的品格上面的音符就OK了把这些都记住了你都会比一般弹琴的很厉害了哈那么这个方式呢其实你不拿琴 也能去做练习的啊什么意思呢比如说我们现在还是讲这个啊五品上面的音符对吧五品上面这个六个音我全记住了我今天没有琴我在上班的路上在坐地铁在坐车或者在睡觉啊零睡之前我想一下思考一下哎六弦的五品是个A那么六弦的三品他一定是G对吧那么六弦的七品他一定是B同样的道理是不是 三弦的三弦的五品是个C那么三弦的四品就是B三弦的七品就是D对不对你没有吉他光靠一个脑子空想你也能想出来的对不对所以我推荐这个方法给大家是真的是发自内心的因为他真的很好用无论有琴还是没有琴在手上的时候你都可以随时随地来回忆这个纸板上面是什么音符好所以总结一下 接下来哈记住固定的一些把位的音符然后再推算他前后的音符是我们这个方法的核心内容来的哈然后再进阶一点的时候了就是哎我知道特定把位的音以后我还能看出是在哪一个子行里面的那么这一个就是后话了啊还是那句话欢迎你们加入到我们的基础练习群里来也希望我这一期视频可以帮助了大家更加高效的来记忆纸板啊期待你们的好消息 我们下一期再见拜拜